大家好,我是MKC主播千友 企业营运系统业务接单、研发设计、采购原物料、制定生产计划、加工制造、评管检验、包装入库、出货等一系列的流程活动都紧密串联而成等 任何一个部门作业都必须环环相扣,不容许出错,否则就无法达到预期的营运成果 如何有效安排生产、提升产能、达成、品质、成本、交期等三大目标 考验着动态生产的管理能力 虽然企业个别有其发展策略上不同的考量 待解决突破的重点课题也各有其不同 但是企业与生产活动上所面对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包含 一、由客户需求多样化、订单多且经常出现集单、插单现象 不仅升管、排单困难、备料部门也常常感到困惑 以准备好的料不生产 每天又需要忙着因应集单、插单的备料工作 也常无法及时供应生产之情况 第二、生产部门虽然每日忙于加班、赶工生产 但也因为考量瓶颈制程及产线工段平衡等问题 以至于产出的效率低、交期又延误 第三、业务部门则抱怨好不容易争取了订单回来 厂内总是理由一堆无法依与客户的约定交期出货 于是乎生产管理应如何因应做好有效的产能规划 安排生产、充分发挥产销协调的功能 使各部门均能运作顺畅 就成为了现阶段各企业最想要克服的课题 此中少量多样化的订单生产形态 是目前企业常见的现象 而各企业面对此问题时所采取的对策方法也不尽相同 这与该公司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复杂度 加工制造设备功能 产线平衡分析与瓶颈 制成状况 设备自动化程度 厂房layout规划 配料供料系统 人员技能熟练度 换线换模能力 生产管理系统 产销会议 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等都有关系 因食物考量现实可运用的资源程度 针对此问题建议可行做法如下 第一 深管先依产品别 设备及制成别 重新厘清 建立标准工时 并制定每一般每日之产能标准 二 依制成别考量制造设备能力及数量 重新确认瓶颈制成后再考量解决方法 例如采取精实生产方式 导入自动化设备 采轮班制 导入方式与顺序 应务实考量现实资源可运用的程度 第三 建立动态生管机制 掌握现场每日生产时机 要求现场各制成工段务必确实 依排成计划生产 严禁各制成人员依个人方便 自行决定生产机种之优先顺序 避免生产出过剩之半成品堆积如山 甚至降低生产效率 四 现场主管每日需确实督导员工依排成生产 并确保填写 以准确之生产日报表 回报给生管 以便于及时统计 掌握现况调整排成 确实发挥动态生管功能 第五点 业务部门之主管应掌握客户订单状况 生管客长每日需提出 二日之排成与业务部门 及现场主管进行产销协调 一旦有集单 插单情况产生时 不可运用于当日 最快只能安排于隔天生产 如此才不会干扰影响当天之生产排成进度 为了能逐步消化累积于中间制程之半成品 于适当期间应善加运用每日上下午各一次之休息及中午吃饭时间 可弹性调整作业 采用人员轮修方式 于休息时段不停机持续生产 有效增加机台设备使用率 消除前后制程管理间隔 产性人员应机动调配 每日之产能目标 将原本以制程别产出为计算方式调整 以实际完成品入库为基准字计算方式 各部门配合度需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以上的建议做法 最重要的是经营者的支持 并且需实现召集相关部门主管讨论取得共识 接着在逐一确认各部门配合执行时的困难事项 协助客服建立信心后才实际推展执行 过程中更需要经常给予关心及协助 则成效必然可期 我是MKC主播千佑 今天介绍动态声管实务运用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经营管理心知 欢迎去买MKC.com网站浏览 谢谢